身穿红蓝箱间冒贴的男子戴着口罩神色匆忙 小跑步回到车上 这名枪手刚刚连开四枪将人击毙 星球后开车经过死者家门口迅速逃逸 临近社区惊传枪向邻居赶紧报案 新店的事发现场警方拉起封锁线 监视人员忙着踩阵地上一大滩血迹出目惊心 警方调查枪手在22号上午6点半就已经来到社区埋伏 在8点10分左右开枪随后立刻逃逸 当八点多钟的时候就听到碰碰碰三次吧 头这边就脸上都有流血下来 当时何姓死者在大女儿上学后买了早三回家 枪手一看见目标立刻下车尾随 锁定他后颈部连开四枪被害人当场跌落楼梯 倒卧在血泊中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死者太太到派出所做完笔录面对询问 步伐一语相当低调 据了解45岁何姓死者6年前和哥哥一起制毒贩毒 但获得还起诉后来当起咖啡豆贸易伤 死者曾涉及毒品交易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第一次毒品交易纠纷引起的 由于争取案件疑点重重 警方不排除幕后有人指使 目前也全力寻找白色车辆 和灵性女车主的下落 记者黄明君 谢红楼蔡山新辈此访报道